高中苗分属自辦訓練科我先發 接下來跟各位報告有關於職業訓練 職業訓練方面課程的資訊 那現在跟各位所報告的就是 明年度109年度 我們目前已經規劃了 大概有120期 120期的班別 從1月開始 從1月開始就會開訓23個班 我們會在1月開訓23個班 從10月1號開始 從10月1號開始 我們就會接受報名 但是懷疑的同仁 你們要等到你們拿到所謂的離職單 拿到離職單 非志願離職證明以後 到就業中心去做這個所謂的資訓的推薦 所以預估的時間大概是11月或者12月初 那各位不用擔心 我們1月開班的班級 他的報名截訓日大概都是壓到12月上旬左右 所以時間上各位應該有機會 有機會 如果您接下來的方向是想先從職業訓練開始的話 那陶竹苗分屬 歡迎各位的加入 好 第一個先跟各位報告我們陶竹苗分屬在哪裡呢 第一個 我們是在揚眉秀才路 揚眉秀才路 就是各位華映的那個揚眉場 揚眉場然後走到秀才路左轉還蠻近的 離揚眉場蠻近 我們這邊有六個職群 六個職群 另外一個地方是在揚師 一樣是在揚眉揚師工業區裡面 揚眉的揚師工業區裡面 它是以機械跟資訓為主 好 接下來最重要的 要跟各位說明的是 勞動部辦這個所謂的 失業者的職業訓練 一向我們所採取的都是免費參訓 全程的免費參訓 所以各位同仁來參加職業訓練 報名不用錢 參訓期間也都不用錢 是完全免費的 都是由政府便宜預算來做執行的 你在課程中間所用到的師資 終點或者是殘量 都是由政府便宜預算來協助各位 再來 我相信各位都很清楚 有所謂的失業給付 我們上一個同仁已經有說過了 失業認定後的失業給付 政府另外有一個 你來參加職業訓練的時候 為了保障各位的基本生活 也會有一個叫做職訓生活津貼 職訓生活津貼 那他的金額就是你離職前六個月平均的六成 各位可以算一下 你其實你領職訓生活津貼 跟領事業給付的金額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而且這兩個是不相衝突 這兩個不互相衝突 也就是說假設舉個例 你事業給付是符合領六個月的資格的人 那你在職訓生活津貼也可以再領六個月 這兩個是不會重疊計算的 再來 我們的八大職群 有哪幾個職群呢 各位可以參考看看 那另外一個也先跟各位報告 我們現在現場兩個同仁 所拿的QR Code 的牌子 各位這個影片比較 你這樣拍會比較模糊 我們兩個同仁有手指牌 我們有把這些簡報課程資訊內容都放到雲端了 你少那個QR Code 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載 你就可以下載 然後你可以慢慢的去檢視裡面的課程內容 我們有哪八大職群呢 第一個是機械職群 機械職群 在今年四月份第一批華映之前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就做過調查 那在上一批1200人的職群裡面 我們也幫華映開了機械的3D沙利沃克的繪土專班 那也順利開班 目前他們在幼市工業區 零上課預計明年的一月就要結訊了 他們已經都已經開始 上了大概兩三個月的時間了 另外一個是資訊職群 資訊職群 還有一個叫物流職群 物流 再來是光光休閒 創意設計 還有建築設計 然後能源服務跟機械服務 好 好 第一個機械設計職群 我們明年開哪些班呢 跟各位報告 就是一個產品設計開發 精明機械 就是有關CNC的這種精明機械 還有一個3D的繪圖 會教你Autocare跟Sunnywork 然後還有車洗復合 最後還有一個焊接 最後還有一個焊接班 這是機械的 那詳細的課程內容 詳細的課程內容 各位可以透有掃那個code 我們裡面都會有每一個班 它很詳細的課程的規劃 比如說幾小時上什麼學科 幾小時上什麼素科的內容 再來 再來資訊服務有哪些班別呢 有ERP Java 手機程式 物聯網 還有APP的開發 雲端 跨平台 及遊戲 好 這個東西現在各位大概了解知道 我們不急著你現在做決定 因為各位還有時間 你們到拿到所謂離職單 其實至少還有一個半月左右 還有一個半月左右的時間 各位可以好好去思考一下 您的下一步 是想走哪一條路 那你所需要的職業技能有哪些 好 物流之群呢 我們明年會開一個是 餐館對高機 還有商貿科技 還有國貿與ERP 這三種班別 再來 觀光休閒是大家比較熟悉的 餐飲業的 餐飲業我們有什麼呢 民宿班 中餐 西餐 烘焙 我們烘焙叫的是麵包 烘焙叫的是麵包 還有飲料 飲料叫就是手下比較流行的 手沖咖啡啦 茶飲啊等等之類的 然後手工冰淇淋 然後還有新局旅館 還有國際行銷會展 好 創意設計職群呢 有文創商品設計 多媒品特效 視覺 另外一個呢 是有關服裝類的 有服裝電腦打板 服樣 跟服飾創意 很多民眾也都在問我 他們覺得很羨慕 各位 你現在比如說你從手機 YouTube上去看到很多YouTuber 都在炫富 好像當YouTuber很容易 很多民眾都在問說 那當YouTuber 他要來學什麼 跟各位報告 就從多媒 還有四傳這幾個班 都可以學到 好 再來 建築職群呢 明年我們會規劃是室內設計 裝潢木工 基礎木工 還有一個叫七一設計 七一設計 它不是刷油機喔 它是屬於比較偏 藝術向的塗裝 藝術向的塗裝 好 再來是人員的部分 人員就是現在天氣的這種極端變化 所以人員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現在有冷凍空調 好 我們冷凍空調兩種班 一種是青少年專班 就15到29歲中間 另外也有一個所謂中高齡 很多同仁就會說 或者民眾就會問說 我年紀都大了怎麼辦 我們有針對45歲以上 開立所謂的空調基建班 針對45歲以上 在你的能力範圍內 可以做的部分去教導 好 再來如果很多民眾 他們對水電也蠻有興趣的 水電 我們有智慧潛能水電 跟綠色科技水電 還有綠能語潛能 這些都可以做一個參考 好 再來是機電 如果現場各位 你本身之前的工作內容 就是產物類的 你可能對機電也會比較熟 像我們為華映上升梯開的專班 裡面就有機電班 也都已經開訓了 大家學的也都不錯 上課的時候 我有過去看了一下 他們告訴我一個比較特別的 是原本是資訊室的人員 他整個重新轉職轉業 他在學機電 重新學 而且效果學習 效果非常不錯 那機電內 我們有工業配線 工業機器人 可從事 產業機電 智慧工廠 智慧機器人 配工配線 等等之類的 好 那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上課的相關的一些資訊 就是說 你來上課的話 我們都要經過真視 因為我們畢竟訓練 剛剛會有一線 為了公民起見 我們都有考試 那考試內容就是 50題的比試 25題是資訊室研 25題是基礎專業科目 那你的總分 必須達60分以上 那相關的題目 我們在 我們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 陶組苗分署的公網 裡面有一個叫 徵選試題專區 我們從103年度開始 所有考過的題目 跟答案 都已經有做公告了 各位可以上去做一個 參考 好 那上課的職業訓練 上禮拜一到禮拜五 早上8點20到下午4點半 其實就跟各位上班一樣 我們只是希望維持一個失業者 他的一個基本的生活的作息 不要因為失業了 然後就每天好像有點睡到太陽 塞屁股等等之類的 你整個人日夜顛倒 不需要這樣 因為你將來重返職場的時候 你會很不習慣 好 上課是免費 但是如果你中途 中途沒有上完而離開 或者你請下時數過多 會不會退訓 退訓政府就會要求你賠錢 所以各位其實不用擔心 你只要選擇好你想要的課程 然後好好的把它上完 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好 好 結訓的時候 我們桃竹苗分數會給你一張 勞動入我們這邊官方的結訓證書 然後呢 參訓的期間也會依照這個 就業需要輔導各位考到這張證照舉例 比如說你今天學對高級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擁有對高級的這張證照 這樣才可以就業 所以在你的參訓期間 我們就會讓各位考到這張證照 那中餐一樣是考到中餐的這個證照 然後結訓的時候 我們也會請我們的廠商到班級裡面 來跟各位做就業的媒合 很多班級的學員還沒有結訓前 其他工作都已經找好 一結訓隔天馬上就去上班 那如果真的也沒有挑到你喜歡的 我們home也會跟就業中心做結合 請就業中心做媒合 好 如果各位對職業訓練 現在有需要做了解 就是今天會後的之後 你們可以 我們那邊的電話是4855368 然後分機是1627 1628 兩位都是陳小姐 還有1639徐小姐 那我的分機是1640 我們的分機是1640 各位都可以來這邊做詢問 以上是有關職業訓練的報告 那各位如果還有需要掃扣的話 你可以舉手 我們後面找人會去協助你 好謝謝